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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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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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POD 和POD 关系什么 然后有些元件在这上面 外面的Applications 是透过Poxy Cube Proxy 直接去accessPOD 里面的Applications 这是一个基本的架构 我今天在Cubernetes上所Define的POD 基本上是一开始是属于Stateless 他们有状态 甚至它的名称都会在 随着你的Applications重启过程中 会变掉的 那今天Applications和Applications要互动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知道你的IP位置在哪里 或是需要告诉它一个ServiceName 你透过ServiceName 来找到对的地方 但如果说你的ServiceName是变的话 它这个运算就可能没法持续下去 因为当你的POD重启的时候 它又改另外一个名称 你会找不到 所以呢 我们在这些POD前面 加了一个Object 加了一个东西叫Service 那这个Service擋在前面 我会提供一个固定的一个IP 或者固定一个名称 让你的Component和Component之间 或是你前端的User界面 或是其他的Applications 如果直接透过这个Service 找到适当的POD 或适当的运算的这个节点 那你一个Service后面 可能它会处理的POD 不是只有一个 可能会多POD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 有一个Law Balancer在前面 那Service也可以当成一个Law Balancer 那Service可以当Law Balancer 不过这个Service 它有两种 应该这么说 Service它底下真正去跑 这些Applications 它会需要一个蓝图 这个蓝图我们叫Deployment 但是预设的蓝图呢 它是所谓Stateless的蓝图 就是说它的 你这些POD 它背后的Application 或你这些POD 它是没有状态的 那这种没有状态的Application 对一般的Middle Tier 或是Application Server 那个Layer的上面的 那些运算 大概不会太成问题 如果没有状态嘛 那你今天很容易去Failover 到另外其他的节点上面 或其他跟它 如果说是个Law Balancer 后面有多个POD Failover到另外一个POD上面去 任何一个POD 看都一样的 或者是你今天轮子 打到任何一个POD 一样的 它没有真正的资料在里面 但是Database不一样 Database是状态的 Database它的状态呢 你会需要说 今天你资料改 你在真正的一个资料库呢 做新增修改删除 那资料就跟着变 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状态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没有状态的话 你知道怎么去维持它的 一致性 那今天Failover到另外一个节点的时候 你可能看到 那种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针对像Database这样的一个 Object 它所需要的这些蓝图呢 就不是一般的Department 而是StatefulSet 我们会去queryStatefulSet StatefulSet跟Department 一般的Department最大的不一样 一般Department 你会Define 你会找到它的 Replicate Set 要它有多少的复制 那StatefulSet呢 它的状态呢 是有状态的 然后它的名称是固定的 然后 或者它的Identity是固定的 然后呢 它的 这些节点之间 这些Po之间 能互动的 或者开机的顺序 它有一定的顺序 因为你要掌握状态的时候 可能跟顺序有关系 那 那 每一个CFO 要处理的时候 它会有需要靠一个 PercentiveVolume 来去保留它的 讯息 来保留它的状态 那PercentiveVolume 你开起来以后 有时候一个PercentiveVolume 可能它 供应的Efficacy 可能不是只有一个 或供应的Po 不是只有一个 那所以呢 你还中间还有个中介 叫PercentiveVolumeCan PercentiveVolumeCan 我们以后就叫PVC PercentiveVolumeCan 那PercentiveVolumeCan 来指定说 今天你这个Po的 运算过程当中 你需要从PercentiveVolume 你拉一块 拉一块多大的空间 挖一块多大的空间出来 那这是PercentiveVolumeCan 告诉它的 然后呢 你的Po上面的运算呢 在以后 PercentiveVolumeCan 找到它的 资料存储的地方 然后呢 十九花的 它的这个 状态 它的资料 那 今天如果说你的 资料库只有一个 如果说你 你只有一个资料库的话 当你在 那上面去跑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的 资料库重启 或资料库掉下来了 那 CovidNate它会去 重新把你带起来 但是过程当中 就会造成一个中断 那 这个中断的话 就会造成 那些Application的方式 所以呢 资料库上面的 就是非常重要 而且高考量的状态 你要怎么去保持说 今天多个Po之间的一致性 那这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后面呢 会谈另外一个 马来西亚的技术 就是InnoDB Class 来帮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 我们说 我们这边提供出来 是一个 什么是Operator Operator 基本上在 Operator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扩张性 就是说 你今天在 Operator上面做操作 什么 你能针对的对象 是 各别的Po上运的 那个城市 但是你的Application 有各种 不同的Application 这个Application底下 你放了Po 放在Container底下 这些运算呢 它有特别对 它自己的一些特性 或者一些操作方式 那这些特性 而且这个操作方式呢 如果说 要用Kubernetes 来去做控制 或者去做组合的话 做协作的话 我必须要开个界面出来 所以Operator呢 它就是 让我有一个机会 让Kubernetes 透过一个一定的界面 透过一定的标准的API 手伸到我的application里面 某些特定的component上面 来做操作 比如像database database你可能会需要 把它的database带起来 你会需要配高可控架构 你要做backup 你要做recovery 等等这些所有的操作 database上面操作 如果说你要让Kubernetes 直接来去处理的话 那你会需要一个operator 那MySell operator for Kubernetes 它的定位就是这样的 那可以想象一下 database的一些操作和内容 可能就像那一部车子里面的眼睛一样 但是呢 我今天要让Kubernetes 能够操作的时候 我需要给它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就像车子的油门踏板 还有呢 它的方向盘 甚至还有离合器等等 那你今天在开车的时候 你不需要知道说 引擎里面的结果是怎样子 它把你包起来 你只要知道怎么去操作 你的车子的油门踏板 还有方向盘等等 这些东西 同样的Kubernetes 就会开放这些界面出来 那这个界面呢 我们是透过一个标准的control loop来做 而我们的D 它里面这些 可以操作的一些对象呢 是透过Customer Resource 这是在Kubernetes上面 去控制标准的 API出来 那我们去defineCustomer Resource 那Customer Resource 就是再打到我们特定的指令上面去 那回过头来看 MySell in Kubernetes 它是长得什么样子呢 那在Kubernetes上面的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底下会包在一个container底下 所以呢 我们有白色的container 白色8.0的container 所以是版面推演呢 我们会突然去更新这个container 那它有community版本 一般的社区版 那又有commercial版本 那这个网址都在这个地方 你有兴趣你可以到上面去 去下载然后去使用一下 那我们这个container外层呢 在包了operator 所以你的operator呢 它底下会带了一些container 然后呢 还包了一些工具 像Mileshare这样的工具 而这些包装呢 就是透过我们前面说的Customer Resource 那我们可以写一段它所以 Customer Resource Debitation 所以对于Mileshare Operator for NetEase 它所有的开发子都是通过 CRT来做开发的 然后通过CRT来做开发 那真正打开来你看到的 就是MySQL 那真正的container底下就是MySQL 那MySQL Service 然后呢 这个POD上面呢 它前面会开发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 让你起这些instance 这个service也正是固定的 比如像我们的demo里面 就是MySQL01.123 然后你在Database里面呢 开放出来的这些Database 它所位在的节点 它位在的POD 它的IP是动态的 但是名称是固定的 所以今天要去access 这个Database的时候 是透过这个service name 而不是透过IP 因为IP名字在你的POD 在重开的过程中会变掉 因为我今天是做 我今天的deployment是 StateableSafe StateableSafe 它会需要Positive Volume 那MySQL container底下 它会有E4的Positive Volume 是给DataDIR用的 那就是你放一个资料库的 资料的那个File用的 那你可以自己加 你可以在上面 自己再加上 自己其他的Positive Volume 比如说你这个Database 你要backup backup的时候 你可能会另外再开一个backup空间 所以你可能会准备一个backup的Positive Volume backup的PV 然后上面准备它的 印议它的PVC 然后再挂到这个Database上面 所以你今天的backup的时候 你会找指定你所指定的backup profile 用backup profile来做backup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单一个节点会是这样子 刚才我们也前面讲过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做 高口音架构 要能够支持完整的 application的开发 运算环境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 高口音架构 那我们这边所propose 就是用InnoDB Class来做 那什么是InnoDB Class的 InnoDB Class它是一个 买所有的 所支持或是 所开发出来的一个 高口音方案 它不是只有一个产品 它只有三个产品 包起来的 最核心的在Database底下 右手边那个图 就是在Database底下 它有一套 帮我做复制的架构 它基本上是架在一般的 一部复制的架构底下 但是它的特性就是 能够保证你的资料 不会丢失资料 在故障移转的过程中 你的Database在故障移转的过程中 你不会看到说资料不见了 它能保证你这一点 另外因为 你今天所有的节点都是活的 所以可以大幅减少 你在Favor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档台 因为你不需要开Database 不需要去开你的instance 那Database 它都可以接受 因为其他备份Database 都是活的 然后呢 这个group creation 这个群组复制呢 它是透过一个process运算法 来推进你的资料 而这个process运算法 就是如果说 你今天在前端看到 Database丢出了一个 commit success 就代表说 你前面所做的 新生学会单组 它都已经推进到 其他的节点上去 所以它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防证我 不会掉资料 那因为你今天的节点 可能不是一个 你要高考 只有一个Database 你可能会有多个Database 而在group creation底下呢 它的节点数是单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运算法 需要去处理到 老列的状况 就是如果说 你的网络断掉的时候呢 那你的老列 要怎么去保证 说它不会出现 它会透过一个多数诀 就是它会找多数 所以那种多数诀 它就是一定要有单数 就是三对一 或者是如果说 你先在网上 增到五个的话 就是五对二 那越多的那一方会赢 其他那一方 会不会下单 或是get read only mode 那这是group creation 那你今天有多台server 那你的AP 是不要看到多台server 可以不用 为什么你中间 有一个myser router 所以你在这个 左手边的图上面 可以看到myser router 你AP只要找myser router 由myser router 来帮你打到 适当的database 如果说你今天 single primary mode 就是单组博士的话 它会把你的所有的 形成修改删除操作 打到那个primary mode上面 而今天你primary node 的primary节点 掉下来了 那router会自动 帮你追悟到 另外一个primary 就是后面被主动 被promote 变成primary mode 那个database上面去 那如果说你是read only的话 那router可以让你 起一个所谓的 no balance的效果 就是让你可以用 run robin的方式 轮循的方式 在其他的secondary server上 比如说你今天是五个节点 画像是上面画五个节点 你可能会有一个primary 四个secondary 那他会轮着在 这些secondary mode上面来打 那你这样去做 配置的时候 你可以用手动的方式来配 那比较简单的方式 你可以用一个工具 叫myser share 这myser share 是现在我觉得是 可能有一天 会取代myser command line 它非常好用 非常的有弹性 而且功能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其中一个功能就是 透过myser share 来配我的inno db cluster 那配完以后呢 你所有的这个AP的 所有的那个router之间的设定 group location设定 都完全是透明的 你不需要手动的方式来配你的group location 那你今天在 公布内地上去跑 这个inno db cluster的话 有几种方式 那你可以用手动的方式 或是你直接在外面呢 透过myser share 用inno db cluster的技术呢 来配一套inno db cluster instance 三个节点 或五个节点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你中间会拿一个router 或是两个以上的router 当在前面 然后你的AP 如果是跑在cognitive上面的话 你的AP端呢 它是看到你所开放出来的 那个router的IP address 或是那个service name 那你这些所有的操作 实际上跟compensation没有关系 它完全是你自己手动方式 就像我一般在本地的database 操作一样的 你可以放在本地的 database可以放在本地的机器上面 或者是你在云上面 是用一般的compute instance 比如虚机的环境上 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背后如果说需要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跟像OCI 这样的一个headway的 一个快速查询的 大数据的查询 的database上的一个backup 它能support它做BI的查询 那另外一种做法呢 在因为OCI 它所提供出来的服务员 也支持cognitive 在cognitive上面呢 OCI也开发出来一个operator 就是OCI的service operator OCI的service operator 非常爱用 那这个service operator 它就基本上就是帮你去create brocco云上面 各个不同的component 这component包含了database 包含了myser database 因为我们这边myser database的服务 所以你今天透过OCI operator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它帮你create的database 完全是在OCI底下 而OCI底下也可以支持一个 像我们前面说的 任何grupication这样的挑口 你可以拉到外面 那这样的过程呢 也跟cognitive没有直接关系 你的cognitive application呢 看到这些database 还是跟一般在本地上 上面处理是一样的 只是呢你的database 是用所谓MDS MDS就是myser database 就是由Oracle云所所管理的 myser服务 myser云服务 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架构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 kognitive底下 都给kognitive来控管 那所以呢 我们是透过myser operator for kognitive 那你在myser operators for kognitive上所建出来的 这些database 都帮你封装在一个的pode底下 然后如果说你中间需要做 dispatch 或是做low balance的话 你可能会需要买说router router也是一个pode router也是在pode上面 然后呢你ap端 你的ap的server的这些pode ap layer上面看到 看到所有的database上面component 完全是透过service 透过myser service 来帮你做公告 来帮你去做管理 service来帮你指定说 你要pode 这是完全通通通通给kognitive 今天你要做像myser service 这样的一个运算的话 你都透过kognitive来做 这样的运算的时候 那这个架构可以让它完全整合在 这个环境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谈是怎么用的 但是我们以后做demo的时候 一个架构会是这样子好 大概就是样 我们前面说 用unertdb class 做三个myser节点 这三个myser节点 前面就挡个database service 所以你今天要找这个database 直接透过这个service name Myser 0 Myser 1 等等 找到这个database 然后呢 每个database 它会有percent value percent value 它有 default data 第二percent value 然后这边有 bit card的percent value 来真正放一个资料的空间 然后前面我们有router router是也包在一个port上进去 然后呢 前面透过service来publish 出来后面最整套的database 这样一个运算和服务的环境 那myser router这个port 跟这些database在跑的port 是不太一样的 myser router它没有状态 它是一个中间界 所以我就是用一般的replica set 它就一般的replica set 的这个department就行了 但是myser database呢 它是所谓stated for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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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epartment stated for的department 这两种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今天的高口用 怎么帮你做到呢 我们今天三个节点 那预设它会找一个节点 当成primary 当成primary的database 所以你的ap 今天如果是做新生效改 三组toco router 它会找到primary 然后你是指足的时候 read only的 它是toco router的 可以放在这两个 secondary server上面 s代表secondary p代表primary 轮着打 如果说你今天你的 第一个节点 primary node 上掉了 或是任何的原因 掉下来了 那router呢 应该说我先 在这些节点之间呢 它是透过 rubication技术 它互相会推选 一个新的primary 推选一个新的primary 然后你的写的操作呢 会透过router 打到新的primary上面去 但过去一阵子 如果说你原来 那个primary回来了 回来以后 它自动加进来 这个加进来 会变成secondary 还有呢 它会自动去找 如果说你今天 不在这段时间 比如说你今天 这个节点掉下来 20分钟 这20分钟所发生的 所有的新的资料呢 它会去到其他的节点 去跟它要 还有这种状况 有时候我可能会加节点 我在上面很多加节点 那加节点也是一样 类似像这样 从中间加进来的过程 不过你加节点的时候呢 因为你的资料库 也许涨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你可能直接去 让它用复制的技术来做的话 可能速度太慢 所以我们这边 会用一个克隆的技术 基本上它是把整个data base 从你的data source 就是其他的节点上 去整个超过来 超一分过来 用克隆方式来建新的节点 而这底下的动作 都完全不需要人工感应 完全是底下来帮你做掉的 那所以我们在 Mysl Operator 它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的data base 有个高考用 然后能够支持我在 KPA上的一个运算 还有呢 除了高考用的架构以外 不会掉资料的故障运算以外 还有可以帮助我预防脑裂 还有呢 我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增加节点 我有很大的弹性 今天本来只有三个节点 比较五个节点 或者我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降低下来 而且保证我的资料的一致性 那另外呢 它自动帮我去做故障运算 这是在data base 里面的 透过像InnoDB Class 就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到外面那一层呢 如果说你针对Cognitive的操作的话 那我们就让Cognitive 可以针对POD 每一个节点上POD的操作 来做管理 它会去帮你去侦测 说这些POD是否健康 或者是POD当掉了 当掉了呢 它会自动帮你请个新的POD 完全一样的名称 然后呢自动帮你加进来 自动加进来 背后的资料的同步 那完全是透过InnoDB Class的技术 来帮你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两层 这底层呢 是在database里面来做 透过Gruplication 和InnoDB Cloud的技术 那上面才是透过Gruplication 针对POD上面管理 和Altraction的技术 来帮你做到一样的高可用 那我们的demo的环境里面呢 会做除了这些节点以外呢 另外呢 我们也会做backup 那backup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backup到本地端 那我们会自己做一个backup set 做一个percent volume backup到本地端 另外一种做法呢 你也可以直接说我是透过OCI的这个界面呢 backup到OCI的我们叫object storage上面去 我们叫object storage 那基本上它是一个archive的空间 你可以把你backup丢到云上面去 然后呢 我们有operator Maisal operator上它基本上它是这样 它就它真的操作的界面 就包装了Maisal Share的指令 Maisal Share的界面 所以你今天从外面来做 operator上所defy的所有的Yamlify 上面的定义 或是你透过Kubect 所定义出来的一些参数 还自动 打到Maisal Share上面去 让Maisal Share把这些节点 create起来 把这些router create起来 然后呢 你前面会有service service它会当成一个low balancer 因为你router可能不止一个 有两个以上的router 那你的service 长在Maisal Router前面的service 它像是一个lobalancer service 所以你AP端可以轮入在这个router上面做 除了service 除了这个router也高口用 因为透过lobalancer 达到我的这个 这个扩展性以外 另外呢 也可以帮我做favor 所以也可以帮我做到高口用 Router自己把这个favor 因为是没有状态的 所以router不会有这种 需要资料 需要这个管理的问题 但是data base是有状态的 所以资料的管理同步 完全是透过groupication来做 而这个groupication上面 操作和界面 一般的youser不需要懂那么多 他只要知道说 Maisal Operator开放出来 哪些界面就行了 那些界面就行了 而你的操作 也是透过前端的groupcare 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真正的处理的过程 是怎样的 那第一个呢 你需要建立一个环境 你需要先把你的 comunetic环境做起来 如果你在本地端 你可以用直接像mini-cub 然后是instagram完以后 在本地来跑 你自己要做个实验 或是测试的话 那当然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你自己要做 pontation 你可能会透过像ok1的环境 你会去建一个ok1的 一个instance 然后呢 你自己在本地端 的operation session 或是在云上面的 console的share的command mon下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做点配置 让你的本地端 能够找到云上面的 ok上面的一些instance 正常来做些操作 那这个基本环境设好以后 接下来你就要把operator做起来 哪是operator做起来 啊那我们这个operator都已经做在 都在gitpa上面 让他开发就在gitpa上面来做 第一个动作呢 你需要先把crd做起来 啊就是casts resource definition做起来 那这crd呢 你在网上rollgp上面 你可以找到这个crd 然后呢去apply它 apply the UI 那他会到那个所指定的网子 找到gitpa上面的定义 然后直接把apply上去 接下来就是把operator建起来 把你apply建起来 一样它也是在网上面 你可以找得到啊 像这个网子 你可以直接去type 你的browser上面去type它 你可以看到它的定义 那他apply就把那定义直接带进来 啊那这个时候就在你的combinator的环境底下呢 建一个myser operator 而且你可以看到一个pod 在pod上面去讨论这个operator 所以你可以看啊 这个-n是代表namespace 然后myser operator 这是前面去建那个opressor 所建立出来一个namespace getpod你可以看到这个myser operator 你可以看到这个myser operator 啊那你也可以呃 去describe它 或是你甚至直接去login它 啊你describe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operator 呃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呃 这个呃这个呃 啊describe的时候 或者你可以直接找到这个pod 呢直接login进去啊 像我们直接cat它的host table啊 啊你可以看除了一般的呃呃呃 loghost 以外 那另外还有像啊 他自己带着电动的一个IP address 但名称是名称也是电动的 那三个名称也是电动的 但如果说是operator 我们只要做一次就行了 啊如果说你真要建unodb pass的话 它的过程是这样 第一个你需要先建secret 啊建一个secret 我这个secret叫mypassword 啊然后呢告诉他你的优先类是什么 然后他放在主机是什么 啊还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让你去assess 你的password是什么 但你也可以用yamlify去建一个pass 建一个password 啊建一个那个secret 建一个secret 那我这个secret名叫mypwds 然后你去编一个yamlify呢 去定义它的inodb cluster 啊因为今天是透过operator 所以在operator上你可以找到一个 看到inodb cluster 名称叫myclass是你给的 那secret name呢是用你前面所定义的这个mypwds 然后结构呢你会告诉他像我们这边是 三个节点三个database 三个database 然后两个router 两个router 所以这样的他就帮你去apply玩以后 apply玩以后 他就在这里下帮你建一个有两个router的poel的 而这两个router的poel呢都是没有状态的 那都是一般的repile set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有三个 三个state for set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监控它 你这你敲这个指令 就get inodb cluster 然后呢看 watch 这inodb cluster是你前面所所见的那个 那个inodb cluster 这是他的看的 watch watch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在这个namespace开了多少个节点 开了多少个节点 你看他的节点从0开始 12345这样往上可以 推到所有的节点都带起来 那最后你可以看到就三个poel的 是跑MySQL database 然后两个poel的 是跑router 那你也可以看他的service 或者是你可以看他的pbc 就是presentverlet clamp 那他会有d4的 每个节点都会带他d4的dataDI出来 那这个是inodb cluster 如果说需要的话 像这个可以直接扩展 这是直接online扩展 你去重新在边理那个 哪一只class.yamlify 然后告诉他我instance 有三个变成五个 或是我的router有两个变成三个 那做完以后再去apply他 才知道帮你拍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不会有档态 那这个对我的applications 或对我的router上面的操作 对我的那个covidnet上面操作 是非常容易非常有效率的 非常好的scare 非常好的scare的能力 那如果说需要的话 你甚至可以做升级 那像可能原来是8025 可以升级到8026 那做法很简单 一样就是那个myser class 的yamlify呢 告诉他我的version 由原来的8025 改到8026 那他会到myser 到我们的myser的container的 那个reposit里去找 有没有8026 有的话就把它直接拉下来 apply上去 但是他apply的过程呢 它是一个所谓roading upgrade的过程 就是他的轮的重启 他会现在从second row开始升级 升级完了以后 所有second row通常升级完 他去做个switch 把你原来primium node的switch 到某一个特定的新的primium node 就是原来的second row上去 然后原来primium node 再去做升级 所以他过程是不会有方态的 也可以帮助我们 做到非常好的一个application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做backup的话 你会指定你的pvc pv和pvc 然后你的backupify 所以像这个过程圈 create你的pv 然后create你的pvc pvc的时候你会指定你的pads 就是你要你的presentvolume 所位在这一套那个storage里面 要指定哪个folder 哪个mampon给他来用 然后pvc告诉他 你用多少空间 然后呢backup provider 他会告诉他说 你的backup provider 你真是backup到pvc 然后你用的pvc 然后你用的pvc 是哪一个 然后你用的pvc 是哪一个 另外呢 你可以指定 backup provider 是backup到oci 的storage上面去 所以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在云上面的空间 可以直接login到oci 云上面 所以你会有oci的user oci的tenancy oci是在哪一个 哪一个位置 然后你的data center 是在哪个region passphrase 是什么等等 然后你的private key 你可以告诉他private key 那这private key 相对我们在oci上面 会需要去注册一个 透过他所对应的private key 去注册一个bpi 注册一个token 那你的backup provider 做起来后 你真是要去做backup 像这个是直接做yamlify 但你也可以用cubicat 的指令来做 然后做个yamlify 到上去做个backup backup的名称 叫当test1 memberspace 是在myserclass 然后你所找的myserclass 是myserclass 就是刚才你所create 的cluster 然后你的backup provider 是backup到bpc 还是backup到oci 当一层profi 你这么做完以后 你在原来这个bucket底下 就可以看到那些档案 就可以看到那些档案 那我们很快看 看一下demo 因为时间有点 动得比较超时 好 第一个呢 先看一下 我们把基本的环境做起来 就是把ok1做起来 你做ok1的时候 因为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说是用预录的方式 但是这个都是真实的过程 你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呢 第一个我先建一个 kubernetes的 就ok1的instance 我今天是用quick create 但如果需要你可以用customic create 你可以用现成一些环境 比如说你的网络啊等等 然后你建 这个instance 建起来是它的 它是private endpoint 然后private workers 就是你worker nodes 是在private底下 外面看不到的 但是你会有个公开的 你的endpoint 在别人去access的 然后你告诉他 你的shape是多大 就是你的每一个节点 它是多大 多少个cpu 多少个memory的空间等等 那这些东西 定义完以后呢 就需要去帮你create 所以当你整个过程 通通做完以后呢 那你的incident 就做起来了 这个incident 底下呢 你可以看它底下 会有个node 会有node 或一个以上node 然后每一个node 里面呢 我们有前面在建的时候 告诉它建三个节点 所以每一个node 底下呢 它都会有三个node 像这样会有三个node 然后每一个node呢 它会对应到一个真正的 一个compute instance 真正的一个compute instance 像这个是到一个compute instance 上面去 这compute instance 就是刚刚说 这样真的去运算的环节 你真的会需要个节点的运算环节 在这底下 那接下来呢 我要做底层的东西 我先把pp做起来 那pp做起来 但是像我们这件事 还有我今天要做backup 所以我今天backup的空间是在 我今天这个demo是做在云上面 那就在云上面 做一个object storage 所以我今天在云上面做一个object storage object storage create起来以后 你可以把bucket 用到bucket 那像我这个操作是透过console 操作在 ocii上面console来做操作 那这样可以省一点工夫了 那今天直接连到那个ok上面 所以ok上面是三个节点 IP address 可以看到它是private IP address 然后呢 我今天再去apply 这个operator 但apply我这边没有让你看到 前面那个apply 那个power 上面是 那个做完就做好了 非常简单的 那这apply做起来以后 你可以找到这个apply的pname 然后你可以从kubecton的pname里面去run 比如说它的share script tap它的host table等等 然后呢 这个是operator本身 接下来我要做database本身的miser class 所以先做一个namespace miser class namespace 然后呢 我这边是先做好的一些yamlify 这yamlify呢 第一个我先做secret出来 secret就是我的username 这相当于login到database上所有的资讯 啊 secret做起来以后呢 接下来我就可以把 另外呢 因为我今天还要把东西要建在OKE上面 所以我要把我的OKE的authentication 这个secret做起来 就是login到OKE上面的username and partial penalty 还有的signification做起来 做起来以后呢 我去执行起来以后 那我今天去查这个service 查这个secret的时候 我可以看见哪个secret 一个是mypwtsecret 一个很调的过去 那我稍微回来一点 一个是mypwtservice 另外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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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我先应该停一下 一个是mypwtservice 另外一个就是oci的secret 啊 接下来呢 我去把这个backup backup做起来 啊 那backup的时候 我是backup到oci上面去 backup to oci backup profile backup profile backup profile是 当instant to profile oci 这是先定好的 然后呢 然后呢 直接去apply 他 那这个做完后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 有两个backup 一个是test1 前面做的test1的backup 另外是backup的oci 你可以看到有两套backup 出来 啊 然后呢 呃 这个是 这个做完后 接下来呢 嗯 嗯 嗯 啊 啊 这下来我看 这个有点跳了哈 嗯 这个里面 嗯 嗯 因为刚才 跳掉了哈 那 那backup就是做个backup contract 然后呢 apply一个cluster 这个cluster 这个cluster是我这边前做的 这个cluster的yamlify 把这个cluster 把这个cluster拿到 但我现在去create 呃 呃 我去watch他 watch他的时候呢 他会 他会跑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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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跑两分多 所以我是用快展的方式来做 你可以看他节点就一个加进来 那incident是三个 但是一开始是零个 没有incident create 那online 但是从一个两个变成三个 一次类推荐出来了 啊 那这个是 呃 做好一个innoDB cluster 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pode 那就做三个pode 三个database的pode 还有一个router 因为我们前面那个yamlify是指定一个router 然后呢 呃 你的pve呢 有三个pve 这三个pve都是给DataDI做的 还有前面我做的backupvolume pem的那个pve 啊 这三个pve 然后应该做三个pve 然后呢 你今天进database 透过minexer 你可以看到有三个instance 然后呢 第一个是rewrite minexer0是rewrite 然后其他两个都是redown 的 啊 啊 然后呢 呃 你今天可以直接login到某个特定的 像这是透过router rogin进去 透过router rogin到database上面去 啊 那界面还是透过quipeter的界面 rogin进去 然后呢 pode number 64460版的图形 只有有新生修改删除的操作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login进去 他直接login到 直接站的位置到minexer0上面去 到minexer0这个这个instance上面去 啊 然后今天在上面做新生修改删除的操作等等 像我们今天是先create一个table 啊 放了三个字在里面 然后放了三个字在里面 啊 123这样放进去 啊 那 你今天是透过router进去 啊 如果说你 比如说你去找 六四四 六四四七的时候 这是指读的 指读的时候你看他 帮你login进来的位置不是0 而是1 买销1 那这是redown 这上面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资料 你前面在那个0上面做的资料 马上在这边可以反映到 这是啊 就是他的这个高可能的效果 就是他复制效果 就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啊 然后呢 呃接下来呢 呃 我透过minexer2 呃 呃 呃 就直接login到minexer2上面去 直接login到minexer2上面去 啊 啊 然后呢 然后呢 再上面去seleco的资料 一样 可以看到minexer2 啊 第二台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去做一个动作 看我现在有哪些pode 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 准备准备掉一个pode 呃 拆到minexer2上面去 啊 拆到minexer1上面去 啊 那这要一阵子比例 比资完以后呢 接下来我再透过 呃 你可以看到pode 就 0它这边就不是online的 它是initual的状态 是我的kubernetes帮我重启这个0 啊 因为他会自动帮你重启 因为他会去比对啊 所以你在login进去的时候 你看啊 只有两个instance 另外一个含得起来啊 啊 然后呢 那你再去login到tokorouter login进去 tokorouter login进去 那你也可以看到今天所站的位置呢 呃 是到 到1上面去 资料还在 但是我的位置是到1上面去了 啊 到1上面去 啊 那minexer1 所以它failable效果就把你看到 按做做一般的新生修改三组 用操作 你在上面也可以做一般的新生修改三组 呃 做完以后 像当你那个0回来以后呢 他的资料会自动通过到那个 那个minexer0上面去 啊 因为时间关系 我可能就稍微跳一下哈 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minexer0上面 就是到minexer0上面 你看123456 就前面我所做的印证 啊 呃 这个是 啊 然后呢是做backup 啊 呃 呃 呃 就是pbc上面去 那backup 到oci上面去 那你去apply 这个gammify的时候呢 那apply完以后 呃 你可以看到就两个backup 出来了 然后你到你的呃 呃 那个backup 的oci上面去 那个bucket上面 可以看到今天就有资料出来了 这是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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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这样的啊 因为时间关系哈 我就很快的跳一下啊 啊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从那边带起来啊 啊 那总结一下 目前的呃 minexer0 pbc 还没有真的很完善 那欢迎各位多多做一些测试 到我们的网宅上面去 就到我们前面看了 其他网站上去download 啊 去做个测试 然后呢 提供你的意见和想法 那目前我们呢 我们已经做完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我们把呃 呃 呃 啊 呃 把呃 呃 呃 的 对于 呃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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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操作,那Myshell在很多个硬件上面,尤其是web-based硬件上面,是非常风行的,所以在这上面我们也不会落于人后,所以Myshell Operator,我主要的目的就是可以把我的Myshell的component融合到这个管理底下,然后提供一个native的一个操作和体验,那这个是我这边,那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到我这个Github的这个网址上去 那这上面也有一些说明和demo,那你可以按照他的过程来研究,ok,我的部分就先到这边发一个关了,那我的声音就还给主持人